那我们在今天这个录播当中呢 我们主要是要来研究一下因果错误 那么什么是因果错误呢 顾名思义 作者认为是由于A导致的B 那么但事实上呢 其实它不是由于A导致的 我们要通过列举 其他有可能来导致B 这样一个事情产生的原因 来反驳作者在原文当中搭建的 这样一种逻辑关系 这叫因果错误 好然后呢我们来继续看一下 因果错误事实上有三种 非常具体的表现形式 第一种叫时序性因果 那什么叫时序性因果呢 就作者认为时间的先后 搭建了一种逻辑关系 言外之意 那么由于A事情是发生在B事情之前的 那么作者就认为呢 OK那么是A事件导致的B事件 但我们说事实上不是 时间的先后和这个因果关系呢 是没有关系的 那么与时序性因果非常类似的 将会是我们的同时性因果 那什么叫同时性因果呢 就是由于两件事情是同时发生的 那么作者认为是由于其中的A 导致了另外一个事情B的发生 但不是让人认为同样的 这样的因果关系呢 也是不存在的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种关系叫做 无时间因果关系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作者通过了 because, therefore,这种强行的 搭建了一种因果关系 它和我们上面的时间 就没有什么厉害冲突了 言外之意 是作者认为就是由于导致的B 反正编管时间的先后 我就这么认为的 那我们之间很单纯的来通过列举他因 来反驳他的逻辑关系就可以了 好这是我们的三种因果关系的具体表现啊 然后我们依照了我们具体的题目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大家来看一下这道题啊 说小胖以前数学40分 参加了某某辅导班之后呢 一个月后分数提升至90分 大家来看 在这样一句话当中 其实遇到了两个先后发生的事件 分别是参加辅导班和分数的提升 目前为止 大家应该理解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那么在这呢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辅导班发生在分数提升的前面 因为作者认为是先参加了辅导班 一个月之后 对吧 分数才有所提升的 所以作者认为 是参加了辅导班 从而提升了小胖的数学分数 那如果我们来反驳这道题目呢 就会说 即使我承认小胖的数学分数呢 是得以提升了 但这个呢 和他参加辅导班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那和什么有关系呢 啊 问题就来了 这就叫列挤他因 我们可以说小胖做了更多的课后练习 那我们也可以说小胖改变了他的学习方法 学习的态度 那么都可以保证他会得到一个更高的分数 好 这是我们对这道题目的一个解析 从而我们发现如果我们想来攻击因果关系错误 那无微就是要列挤他因 那如果我们觉得这个事情不是由A导致的B 那我们就要说其实由C或者是D导致了B这个事件的产生 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些连词呢 其实都是标志着作者在尝试的搭建一个因果关系 来我们具体来看 第一种呢是表示因果关系的连词对吧 比如说有because啊 therefore啊 cause啊 withan啊 那么第二种呢是表示他是有时间先后的 一个在前一个在后 那么表同时的表示他俩是同时发生的 包括at the same time 包括when 其实都可以表示A和B是同时发生的 那么再有就是他不是因果连词对吧 他没有直接的搭建因果联系 但是在我们的argument当中 我们认为只要出现了这样的单词 就代表了作者在文中想要搭建因果联系 比如说我们的link connection and 或者是我们的associate association 非常明显的因果连词 好 这是我们一些目标词 那么大家通过这样的目标词或者是标志词 就能识别出来 OK这里是一个因果错误 那么我要进行一个详细的攻击 好 然后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种具体的错误形式 叫时序性因果错误 好 那么这是一道我们的真题库当中的真题对吧 那么现在呢给大家20秒左右的时间呢 把这道题目来读一下 但由于这个是录播啊 我们可操作性非常强 所以我在这就 我就不等大家了 那么大家可以把这个画面暂停 然后看完之后呢 再把它点开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我就继续来讲了 好 我们来看 看完全文之后呢 大家会发现其实他就讲了这么一件事情 就在W这个地方呢 这个交通现在已经变得不太好了 哎 我们说仅仅是在三年之前啊 有一个这样泉州的一个调查 就显示一个典型的开车通行的这样的人呢 他需要花20分钟的时间来上班 哎 但是现在呢他需要花40分钟来上班 言外之意三年前开始这样一个调查 三年之前只有20分钟对吧 但当这个调查结束的时候呢 就现在 那么他需要花费40分钟的时间 言外之意三年过去了 我们的通行时间多了一倍 然后呢 这个像这种相关部门对吧 我们这个议会的成员呢 就建议啊 说我们应该修更多的路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除了他很贵之外啊 除了他很贵之外 新的这种道路的建设 同时有可能会破坏的是我们居住地的一个环境 所以呢 作者就提出了卡卡斯更好的一个想法 说我们最好呢 是来向隔壁的邻居学习G这个地方 因为去年时候呢 G这个地方呢 实行了一个新的policy 这个policy呢 就来奖励那些拼车的人 然后给他们些compounds 结果呢 就是他们的pollution level啊 就下降了 大家来看啊 由于since是一个因果关系对吧 应该是先执行了policy 然后我才有的pollution level的下降 然后呢 在p这个地方的人呢 还告诉我啊 这个通勤时间呢 也变暖了 所以说呢 就没有理由说 为什么Y这个 这个G这个地方 这个policy能够执行的很好 而我w这个地方不小 所以言外之夜 我认为G这样可以 那我的w也可以 好 作为一篇文章来讲呢 它的逻辑失误呢 肯定不止因果错误这么一种 但由于大家现在看到的路波呢 是我们需要对一种逻辑错误 进行一个非常充分的详实的一种了解 所以大家在路波当中的这些题库 我们都针对它的某一个 或某几个罗途 进行一个重点的攻击啊 不顺到其他的逻辑错误 好 那么这道题目当中呢 我们就需要找到它的因果错误 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 文章的因果错误 应该是来源于这句话 对吧 我们说啊 作者认为因为policy实行在前 污染水平下降在后 所以呢 这个作者就认为 是这样的policy 降低了我们的污染的程度 那么说事实上可能 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言外之意 是由于其他的原因 导致了pollution level的下降 而不是policy 那么这时候大家就需要想到 那既然我们说 不是由于政策导致 是由什么导致呢 这个一定要合理 对不对 虽然说只是我们的一个传测 但既然我们要攻击作者逻辑 我们自己的这个wism 是需要合理的 那么在这呢 给大家提供击中选择 好 第一个呢 作者的逻辑呢 是政策导致了污染的降低 我说啊 可惜不是 那是什么呢 我认为第一种情况 有可能是产业结构的调整 叫我们北京现在对吧 在治理雾霾 所以他把很多这种 重污染企业都关停了 或者我不要这样的企业了 对吧 那么有可能是这种原因导致的 那么再有可能呢 就由于人们的环保意识的提升 我们尽量减少一些污染的排放 那么从而也可能导致 我们的pollution level是在下降的 那么一有可能呢 是我们科技水平的提升 那么原来呢 我们产生这么多污染呢 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我们的科技达不到 那么现在由于科技水平达到了 所以我们的污染物就下降了 反正我有可能是由于这些原因导致的 和你的policy是没有关系的 只要我们能证明到这一层 其实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对于因果关系 一个攻击的要点 证明你的结论是不对的 A不会导致B 事实上由CE或其他的原因导致的 那么大家会看到 我这里写到了三个原因 那么如果大家平时觉得自己打字速度 不是特别的理想 那我就建议是从三个里面 选两个写就好了 但如果你很担心 比如说老师 我怕我攻击这个详细程度不够 或者是说 我写完之感觉次数还有一点少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你就可以三个都写灵活处理 我们至少是要攻击到两个其他的原因 但至于你是不是还要攻击再多的 那就完全取决你自己一种感受了 好 我们呢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二种逻辑错误 叫同时性因果错误 再次复习一下 那么作者是认为AB两件事情同时发生 但是是由于A导致了B 好 我们再继续来看一道题目 我们的argument第三题啊 依然是呢需要给出大家一些时间来阅读 但是请大家把路过暂停 好不好 我呢就继续来讲了 说在过去两年间呢 在Central Plaza这个地方的消费者的人数啊 一直在下降 与此同时呢发生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滑滑板的人数呢 在显著的上升 很多这个Central Plaza这个地方的 这种店主呢就觉得 他们这种生意的下降呢 主要是由于滑滑板的人数实在是太多了 同时呢 这种显著的上升在我们的Later and Vandalism上面啊 什么叫Vandalism是破坏公物 言外之意呢 滑滑板的人数呢 不仅导致了我的Business Level的下降 同时它还导致了我们破坏公物和垃圾的增多 那因此呢 我们就推荐呀 这个城市应该禁止skateboarding 应该禁止滑滑板 然后如果这个skateboarding被禁止呢 我们就可以预测一下啊 在Central Plaza这个地方 它的商业水平就回到它原来的顶峰状态 这就是这道题目啊 文章的一个大致内容 不知道大家读完之后 是否和我的理解是一样的呢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 在这篇文章当中非常典型 就通过while 引导这样一个同时发生的事情 对不对 那么大家要知道 其实在这篇文章当中 有两个同时性因果错误吧 第一个是滑滑板导致的商业水平的下降 那么第二个是不是滑滑板 同时还导致了我们垃圾和Vandalism 我们的争夺 但是我们再说一下 由于是两段因果关系 大家在具体写文章的时候呢 这两段因果关系需要分开攻击 不可以合到一段里面去攻击 原因在于 即使它们都一样是因果错误 但是由于它们的它因不一样 为了让我们的每一段 都有个非常清晰的focus 我们在这就跟大家 第一次来强调这个问题啊 即使是相同类型的逻辑错误 它是不同的表现形式 也要分段来攻击 那我们就拿一个sample为例 告诉大家这样的同时 性因果怎么样来攻击啊 我们就拿第一句话来说 就是顾客数量的减少呢 作者由于啊 认为是由于滑滑板的人数导致的 对吧 或者是滑滑板非常的受欢迎 从而导致的一件事情的发生 就是我这个地方的商业水平在下降 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呢 作者的观点啊 滑滑板人数导致了顾客人数减少 但我们说可惜不是 那来得起他应该 比如说你商场服务不好 哎 我进去了你这个爱搭不理 或者是我这衣服想要退换 特别的难 对吧 比西天取经还难 那我就再也不去了 那一伙是一伙者说什么呢 有人来说老师我想说这个商场的这种商品质量不好 我其实觉得也可以啊 其实商品的质量也是商场提供的服务一种都是可以的 那么再有呢就是经济机迷 就不止你这个商场是这样啊 可能大家的生意都不太好做 因为我们有金融危机嘛 顾客没有钱 那我就去不了 对不对 那么再或者说啊 可能附近呢有了新的商场 哎 正说呢 competition就增加了 那么再加上呢 对面的商场可能物品比较好 对不对 或是有这种明星的代言 或者他活动的力度比较大 这些都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现有的顾客 被吸引到了对方的商场去 好 这时候我们来解释一下 滑板人数增多可能不会导致顾客的减少 那么相同的道理 那么题目当中还说了 滑板人数啊 和我们的leader veter and mentalism还有关系对吧 那我们现在简单跟大家破展一下 垃圾和这种破坏公共现象的增多呢 可能也和滑滑板没有关系 那是什么会导致垃圾和这种破坏公共现象增多呢 第一个 有可能原因是当地修了这种residential buildings 导致当地的居民的人数增加了 那么人一多吧 对吧 肯定产生了垃圾就多了 那么相对应的破坏公共现象也会有所增加 那么第二个有可能的理由是什么呢 就当地可能最近一直在举行一些大型的集体活动 而这种活动呢就会导致很多人都聚集在Santa Cloud的这个附近 那么所以就会导致它垃圾的增多 或者是破坏公共现象增多 这些都是可以的 好 那我们通过这个简短的录播呢 只是希望告诉大家 我们的时序性因果和同时性因果应该怎么样来攻击 以及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识别 那么之所以把它因果关系的具体的形式要展现给大家 就希望大家在写文章的时候可以加入这样的分析 作者之所以认为是A导致的B 是因为A发生在B之前 或者说作者之所以认为A导致的B 是由于AB同时发生 如果有这样一个简单的分析 大家会对这篇文章的理解会更加的深刻 那么你也会因此而得到更高的一个相对的内容分数 好 这个录播当中呢 我们只是针对时序性因果和同时性因果进行一个简单的讲解 在下节路播客当中呢 我们将会针对无时间性因果关系进行一个立体的分析 好 那我们今天这节课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